各位,我們是工聯會的婦女事務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工聯會的婦女事務委員會在1949年就已經成立了 到今天已經68年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,我們不斷為我們在職的女性爭取我們的權益 所以在今年我們約了勞工處 還有促進務與衛部委員會的主席 還有就是食衛局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希望他們了解到我們在職女性的困難 所以在我們在職女性的保障上面應該要提高 還有就是可以爭取家庭友善 第一,我們是爭取延長我們的產家去到14週 14週 二,讓在職貴部母母母標準公示 標準公示 三,我們要求保障或人歧視至產後6個月 四,定立8小時兩節的集羽時間 兩節的集羽時間 五,在新的建築物裡面必須設有弱應間 弱應間 其實這些政策全部都是改善我們在職女性 那我們撐不撐? 撐! 怎樣撐? 相值密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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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密 第三年,我們婦女事務委員會向政府提出 應該將我們的產假和國際接軌 應該有十四個星期 在這裏,我們是應該要爭取的 雙正媽媽不易做 現場產假幫得到 雙正媽媽不易做 現場產假幫得到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工作 謝謝 好,謝謝